為了革命的大軍,中國的大軍,這位總前衛書記的人生中曾有過三起三落。 當他1978年以後再次出現在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他開始推動一個劃時代的歷史性轉折。 18年以後,今天的中國人已經習慣用這樣一個名詞來稱呼鄧小平,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 並用麵包車和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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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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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间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 在拍摄这部剧片的三年中 共动用了近百人的导演团上千名的演员和几万部队 在旧战场上复制着四十年前的战争奇观 复制着中国革命战争最辉煌的一段传奇 其实第一个提议拍下三大战役的却是一位苏联统帅 这部名为中国人民的胜利的纪录片 就是由一支苏联摄影队在三大战役结束后不久组织拍摄的 赤斯坦明当时就在他的台历上面写了七纪七纪七纪 打了三个纪念号 这是由军那么说的 那么后来赤斯坦明就在由军临走的时候 跟由军说你到中国去帮我办一件事 弄清楚啊 中共以六十万人打到蒋介石八十万人 这是个奇迹 你不要把原因弄清楚 四十万人总队提出了一个建议 他一股建议 当时呢 就是中央这个命令一下 大家都说是史达林同志提议的 毛泽民同意的 这个要拍这样一部电影 拍每一个地方都是当时指挥作战的人在指挥 你想怎么能不真实呢 这部电影获得了1951年斯大林电影文学奖金 与四十年以后的故事片《大决战》所不同的是 这部影片中的所有演员都是三大战役的参加者 从而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一代开国将帅当年的风采 从事件上来看 从辽生战役打响开始 它是1948年9月12号开始的 到最后一个战役 平均战役结束 是1949年的1月31号 共计142天 不到五个月时间 连打三大战役 第二从投入的兵力来看 三大战役兵力把它加起来 我军一共投入是260万 帝军投入190万 260万加190万 九六一五就450万 450万的重兵集团在这个战场上展开 第三从多战这个地域来看 辽生战役呢 它涉及到辽宁西部地区 沈阳 畅春和英口 平均战役涉涉意到 烫山 天津 败平和张家口 这么一些地区 快败战役涉意到 涉及到一须周围中心的 湖南 南非和江苏的三省交界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域还是相当辽阔 从前提人数来看 一共签帝人是173个师女 154万8千人 这个签帝数是很大的 第五从我军伤亡人数来看 我军一共是伤亡 4万2千人 跟签帝人数相比的话 是1比6.4 就是我伤亡一个 敌人要伤亡6.4个 特别自得自豪的是 白海战役是在战场总兵里 多少地多的情况下取得的 这在战略决战史上也是空前的 斯大林称说吧 10万打败了80万 奇迹 真是奇迹 述说这一战争奇观的第一行文字 应当从这个河北的小山村说起 在五个月时间里 毛泽东就是这样 在这个距离战场千里以外的小山村里 用电报导演了三大战役的战争奇观 三大战役打了142天 来往电文190多份 坚敌154万 周恩来曾说 这是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 在指挥世界上最大的战役 每天只做一件事 就是发电报 指挥前方 打胜仗 在三大战役前方主帅中 产生了新中国的五位元帅 和一位大将 半个世纪以后 人们记忆的屏幕 和研究的目光 仍没有淡忘他们 一位大战役 在毛泽东当年的电报中 锦州是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个地名 故事篇《大决战》依据史实 复制出罗帅在攻打锦州时的决断和魄力 以一个纵队 阻挡敌人的强大兵团 谁有这个把握 是不是可以考虑 把围困长春和沈阳的主力 抽掉几个纵队过来 那样长春的敌人 势必要趁机突围 沈阳料要乡兵团 势必长驱西进 如果大锦州 九攻不下 将受到东西夹击 冲到四平的覆车 太冒险了 敌人增兵葫芦岛 我们攻打锦州 确实在有些冒险性 不过 主席早在今年二月 就要求我们夺取锦州 封闭东北大门 促成全国战局大的变化 要说冒险的话 我看这个险值得冒 在这种紧要关头 应当义无反顾 那好 都考虑考虑吧 以统帅英勇的博大胸襟 罗帅在东北野战军 政委的岗位上 强化着东野部队的 明具力和战斗力 在距离东北千里 表的淮海战场 这位从未上过军校的 华野代司令员 却有着长盛将军的美名 他先是在作战地图上 学会了游击战争 解放战争开始后 他又在作战地图上 导演出苏北的七战七截 山东的孟良谷战役 以及玉东战役 济南战役 解放战争在关键地固 我觉得苏伊同志有很大贡献 苏伊同志他不是开始解放战争 七战七截了 就是他打的 他七战七截是多少部队的十八个团 每一帐都小美的人一个律 都是前面战 是毛主席的根据苏伊同志 这个七战七战七战 搞的十大金是原则 就是搞的十大原则 就是前面战为对 不是打垮了 打垮了都还要的 就是你一个年一个团 一个十一个金 你把他前面前面一部分就算一部分了 前面战略 就是自负的地球是很英明 1984年2月5日 肃裕大将去世 他在作战地图前 留下了人生最后一张照片 出身华语 陈老总为后人留下的 是战场上的另一种故事 当围艰黄围兵团的关键时刻 陈老总得知中野缺少重武器 并立即向华野部队下达了这样的命令 将华野的两个军队加强南极团 并以南极团为重点攻击力量 由陈世纪指推 陈老总就是二爷的疫情大别山 把这个重武器都打了埋伏了 三爷这个炮兵啊 全不拿上 他了解三爷的情况 又了解二爷的情况 他这个选举观念 陈老总最好了 根本上他在这里 你调的什么东西 你调哪个部队也可以 调税都可以 他没有本位主义 这是三大战役中 年龄最大的一位主帅 对于这位中原野战军司令员 陈老总曾副师称颂 孟兵新孙武 守土古范寒 国帅啊 他对何同志这本书 他下了很大功夫的 他又在遇见到 上代战争啊 是个一个兵团联合作战 是大兵团作战 所以他老人家是早有遇见了 在抗战时期 就开始发挤了水 后来在1948年吧 武西南战役之后 进军大变山之前 决定进军大变山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决策 很了不起的 就在那么几天 前一段刚刚打 下一个决心 还没有下决去 前那么几天 他老人家重新把他叫过一遍 又写了个六千字的岁源 后来这个岁源呢 有个蒋军的军官 也是个很有学论的人 叫王源直 是一个司长 他就评论了 他这个 这个时候流传到 国民党对决里去了 这个司长是好学的人 他看见这本书 这个非常了不起 在所有中国的将领当中 中西家当中 没有超过六百成的 来来来 小学 来来 在这里 请首长靠近点 我们往哪里看呢 着想随便 国之为真 好啊 我们还是站隆一点吧 来来来 哎呀 今天你妥妥也不好嘛 咱开着 咱开着 准备 在这次历史性的合影之后 刘帅曾从老战友邓小平 有这样一段对话 刘帅说 等打完仗 我要把部队都交给素玉来带 邓小平有些意外 怎么司令员想退休了 刘帅却说 不 我要去办军事院校 要再培养出几个素玉了 全国解放后 刘伯承主动向毛泽东提出请求 成为南京军事学院的第一任院长 这也就是今天被称为 将军摇篮的国防大学的前身 这是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的入城市 这座世界文明的历史文化古城 能免遭战火摧残 历史的镜头记录下聂荣真元帅不灭的功绩 早在平津战役开始之前 聂帅就以独到的战略眼光向毛泽东建议 要争取和平解放北平 后来平津战役的演进过程 完全是按这一想定进行的 1949年9月 聂荣真出任第一任北京市市长兼军管会主任 这位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书记 又给我们留下什么故事呢 1947年的夏天 为了革命的大局 他和刘伯成曾对部队下达了 不惜拼出老本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命令 当淮海战役进入决战时刻 为了保证大决战的全胜 这位中野的老政委再次对老部队下达了 为了全国解放 拼光老本也要歼灭黄维兵团的命令 决战役前约黄维兵团的时候 这总野还有十五万人 在这种情况之下 要消灭黄维兵团 要下很大的负金 当时小军同时告诉主爷的部队 只能欠灭黄维兵团 哪怕是总野付出再大的巡视 谁不许说到即使打网 我们总去全国的胜利 这也是非常敬意的 所以我们就现在回来 可见这个巨国形势大 这个景点自高 那就是黑的一把了